嗯,你只能打了,但这个棋是不行,嗯,你这个智商只是要我的命,感觉这个棋不行,从棋上来讲是不行的,可以,你就把我的命给要了,啊,刚才这番棋,我感觉可能会不会是今天最精彩的一番对局,这问题问的,我帮你反过来说吧,哦,你应该这么问,你应该问有没有职业捐手下的过主播的,啊,这部分我觉得, 我觉得比较合理,好,开始了啊,我们开始比赛的一个直播啊,依然是飞向局对左中炮啊,双方5加3的快起啊,孟臣也是下得非常的,两位都下得非常快啊,这两位应该也算是老对手了啊,都是重量级的选手啊,体格也非常的健熟,两位起手啊, 红方马三进二侧翻啊,这个起印象当中,升盆特大也下过好多盘,啊,十四进五, 九二进六,哎,这个起应该,升盆特大是非常熟悉的啊,双方呈现一个互攻一役的局面啊, 红方鞠一平四出动,黑方会怎么走呢,马三进四吗,果然是马三进四啊, 跑八平九,黑方应该是对局啊,对完之后呢,做什么, 炮打中兵,对完之后,炮打中兵,将来飞七向捕六路市, 聚久平六,这样的线路,还是怎么走,还是打中兵了啊, 这个起,升盆是比较熟悉的啊, 所以他走得很快啊, 孟臣呢,用时较多啊,现在比升盆多用了二十秒, 这个起,如果拘四进五呢, 黑方是不是可以考虑马四进三吃进来, 将来马踩炮,简化, 这起怎么走啊, 拘四进五了,那应该是马四进三吧, 如果走炮五推二的话呢, 炮五推二还是马四进三, 马四进三比较直白, 马四进三红的炮九进四, 这步其实是要想一想啊, 马四进三,炮九进四, 炮五推一,好像也不差啊, 马四进三比较直白啊, 你炮打边边,我就炮五推一, 你走其他的,我大不了, 马踩边炮,将来补相补适, 也能完成子弟的一个出动啊, 如果走炮五推二的话呢, 还是采辣啊, 炮五推二比较迂回啊, 主要, 看看孟城那个选择吧, 孟城如果走拘四平起吃兵, 黑方马三进一吃了, 再飞下, 双方局面就比较平稳, 基本上呢, 核起的趋势就比较大了, 红帮也很难掀起什么波冷, 黑方太震了, 这个阵型, 可以弥补呢, 出子速度上面略微的一个落后啊, 这一盘应该是比较平稳了啊, 居七退役, 嗯, 现在黑方就是九路居怎么出动, 是足九进一, 足九进一出动呢, 还是不是居九平六, 现在红方居七平五要扣头啊, 所以黑方还是要, 还是要当心一点啊, 也不能太过大意啊, 我个人觉得足九进一的线路是比较可取的啊, 比较有针对性啊, 他如果居七平五, 我就炮五平七硬背一步, 下不再足九进一, 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, 对吧, 你一旦马尔退三, 我就居九平八抓你, 你也来不及抓我炮, 足九进一还是一个, 应该说是比较直白的, 可以看到的线路啊, 这一步生盆特大考虑的时间比较多, 应该也是在考虑, 是炮五推二, 四六进五, 居九平六, 还是直接足九进一, 炮五推二, 还是选择了比较公稳的走法, 想保留这个中炮, 炮五推二呢, 就是比较稳健啊, 当然他炮五平七就没有这步棋了, 现在就看孟臣思考了, 双方时间其实差不多啊, 都剩下三分钟左右啊, 嗯, 红方有没有棋呢, 红方看着确实也没有什么手段, 踩了就求稳了, 那要马三推五踩了嘛, 炮二平四, 黑的, 黑的走什么呢, G八进六, 红的G七退一对G, 先点一将啊, 看看这个升大锤啊, 怎么来构思的, 你现在G八退三的话, 红方有可能会, 如果你不想给他换, 又不给他马九进七出, 就走个炮五平三, 将来再G八退三, 也是一个线路啊, 球稳就先补个十, 那红方有可能马九进七扑出来, 你不想给他马九进七呢, 就要考虑炮五平三这样的方案, 但炮五平三呢, 红的G七平六, 还是要马九进七嘛, 我们来看一下, 升棚的一个选择啊, 不是, 那红方有可能会马九进七啊, 黑方呢, 因为毕竟正式比较严整啊, 红方也很难走出棋啊, 冰九进一, 还是比较平稳的一个棋, 黑方现在会不会走炮四进一打马呢, 还是G八退六先抓一下, G八退六他马三退四啊, 也没什么用, 我们来看一下黑方的选择吧, 现在红方要马九进八出来了, G八退六了, 你如果马三退四呢, 黑方估计要考虑炮五平六了, 你马四进六, 我再炮六退三, 因为黑炮在中间没有什么作用, 把炮让开呢, 中兵还能够挺进, 也是不错的, 宋兵, 宋兵, 孟成这个旗下的很凶啊, 这不宋兵, 又给黑方出难题了, 黑方如果炮五平三的话呢, 红方就G七平三, 在冰三平四掩护前进, 这样的一个意思, 我们来看一下吧, 黑方能不能走炮五平三啊, 炮五平三还是不够, 那就下午近期飞掉吧, 你马吃炮我吃了, 你吃个底象, 双方应该还是差不多, 黑方的过河中兵呢, 抵一个象, 应该是绰绰有余的, 炮四进二, 升鹏还是挺追求变化的, 给我就像飞兵了啊, 炮四进二啊, 说明升特大还是想力图进取啊, 这步棋下的比较尖锐啊, 如果红方炮四平三的话, 黑方走什么呢? 炮四平三之后再想, 那有可能就是个漏招了啊, 对炮四进二这步棋, 目前是怀疑的态度啊, 只有论底了, 那炮四进二这步棋不明了, 红的马三退五一吃, 冰三进一冲, 你马七进五, 我聚七平六一抓, 你炮四平二, 有没有一点小问题啊, 一时也看不出来, 但感觉红方还是比较主动的啊, 这个应该是红方主动了啊, 孟城反应很快啊, 在马九进八跳出去, 黑方就是走得比较, 六位有点勉强吧, 我觉得啊, 当然黑方炮四进二也还可以啊, 准备炮四平五, 架中炮, 就是黑方的棋攻击性比较强一点, 还是可以的啊, 从现在的结果来看还是可以, 但刚刚那部红的是不是先G七平六抓一下比较好, 让黑方炮四平二平开啊, 还可以马九进七一脚, 冰三平四还是有点太随手了, 稍微有一点随手吧, 也不能说太随手, 炮四退一, 现在呢, 组五进一之后高屋建领, 感觉红方又不是太乐观了, 两位高手下棋确实是很精彩啊, 很精彩, 现在孟臣呢, 时间多上一分钟, 但是形势呢, 轮到升棚给他出题了, 马八令七, 在马七退五, 形势应该还是差不多啊, 差不多, 先落势, 黑方应该是取得了可战的局面啊, 再补势吧, 这个势总要补的, 应该还是一个接近军事的局面, 不过红方就不能太乐观了啊, G八退五, 红方如果求稳呢, 就冰九进一对起来, 对完之后, 将来如果要求和, 马九进八一换, 啊, 否则将来黑方马三进一顺手牵羊, 红方呢, 在残棋当中有可能要陷于下风, 这个是比较稳健的走法, 对局者肯定能看得见了, 当然换完之后呢, 黑方有可能会足五平四啊, 继续的施加压力, 孟城的时间也上来了, 啊, 孟城还有四十秒啊, 这棋他怎么走呢, 他应该还是在想着进攻, 啊, 冰四平五, 进攻的线路, 炮四平五, 吃相, 炮打回去, 啊, 这样呢, 是一个进攻的线路, 吃相的相飞呢, 感觉这两步棋红方走的, 相飞再冰九进一对吗, 那不如直接对啊, 马吃金九吗, 不行啊, 聚七进一, 哦, 反应很快, 好棋, 继续给黑方施加压力啊, 我跟不上两位的节奏了, 因为两位下的太好啊, 这步棋是求和了啊, 而不是求和, 是要进攻了啊, 你如果巨吃中兵, 马三进二就绝杀了啊, 只能炮三进二, 感觉还是黑的好一点啊, 这巨四进二怎么办, 下部组五平四一靠, 巨四进二你马吃中相, 巨四进一, 那还是蛮, 呃, 肯定是黑方占优了啊,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, 升棚也下得很好啊, 不过这个棋他能否获胜还不好说, 冰九进一对, 呃, 这个棋, 黑方占据一定的优势, 但是子弟简化的过多, 说实话也不好赢啊, 马三进四, 马九进起, 向五进三盖住, 在马七退五, 基本上没什么内容, 啊, 很难掀起什么波兰了, 呃, 毕竟这个红方, 马四进三江, 再炮五平四, 马四退二, 也没用啊, 这个棋, 红方因为还多一个向啊, 应该是正合起了啊, 正合起了, 也很难陷进什么波兰, 不过升棚特大只有五秒了, 只有一秒了, 孟城还有十秒, 双方又是电光火石了, 挂一家, 兵一进一啊, 起还是合起啊, 双方都只有十来秒了, 看看谁会犯错误吧, 将五平六, 这个炮五平六先看线吧, 一将马三退二, 炮五平二, 那下五退三先守一个, 炮二退六, 以攻带守, 吓得很高明啊, 马六退四, 炮二退二打就合了, 那么双方输攻没守, 基本上是要合了, 哎哟, 也没看到炮二退五打, 再向七进九, 防一个, 真精彩啊, 真精彩, 再一将, 为我马四退六, 不给对方炮二退五打的机会啊, 精彩精彩, 炮二平一, 想七进九盖中, 红方下的还真是有攻击力啊, 当然棋还是合起啊, 棋还是合起, 只是双方呢都不甘心合起啊, 下的很精彩, 都有二十几秒, 对于这种程度的高手来说啊, 二十秒的时间, 足够下到明天早上了, 加秒, 双方都在凑时间啊, 骑是合的, 马四进八就炮一平二倍, 再炮二退三, 吞出来,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, 否则这个炮埋在下面, 没什么用啊, 骑是合了, 不过, 两位骑手, 肚子还是很昂扬, 又开边吗, 退一个吧, 骑肯定是, 就是下下去看吧, 马二退一, 在马七进八, 他在炮二退二, 炮二平八甩过来, 还是组五平四, 准备炮二平四呢, 组五平四了, 下部炮二平四, 或者再炮二平五, 下部应该是炮二平五, 红方应该是无力, 也无力进取, 虽然多一个向啊, 虽然多一个向, 这个偷啊, 你炮二平四, 他炮六平五将, 那马一进三呗, 那不能将啊, 对吧, 马一进三, 红的向五进七, 先一将, 两位就下得很积极进取啊, 到底谁好, 马六退四退回来, 黑的炮二推一打一下, 你马四进二, 这干的太火了, 谁想赢谁啊, 红的向刘俊姬黑的, 就把你的相吃掉了啊, 到底是谁想赢谁, 孟城还有七秒, 胜盆还有六秒, 马四进二, 那就是拼了, 马三进五宰相, 一将啊, 都不想合啊, 那独四进一啊, 这个黑的也杀下来, 红的炮四退五手, 先炮二退三, 估计还是要合啊, 炮四退五就合了, 一将, 再相就退七, 那过河冰丢掉了啊, 那现在呢, 就是孟城特达占优了啊, 刚刚推炮打马是个漏勺啊, 是个漏勺, 不过也难免有这种漏勺啊, 毕竟, 临场时间太紧了, 马五进三, 在冰三平四, 在马三退五偷吃相, 在马五进七, 现在这个棋呢, 在实现的压力下, 黑方就一定挑战啊, 就不是非常容易合了, 如果是慢棋的是, 哎, 这个马五退七呢, 漏了, 哦, 没漏, 看的还是清楚啊, 悬崖不斗, 那再马七进五, 他马七退六守住, 还没有问题啊, 没有问题, 马五退四, 那就进降了, 或者马六进四都可以, 炮尔推六, 炮尔平一, 不动, 就炮尔平一啊, 离他马较远一点, 果然啊, 那就, 在炮一进一, 老象, 有一点压力啊, 不过就看防守会不会出现漏洞啊, 黑方现在就指望下到六十回合啊, 六十回合, 不吃子啊, 顶住, 推炮守住, 炮一平四打, 他就冰六平七, 那应该不打的, 炮一进二打一下, 再炮一推二打一下, 先凑点时间, 哎, 只有两秒了, 胜特大只有一秒了, 哎呀, 最后一秒走棋啊, 太吓人了, 是不是网断了啊, 再炮一, 哎呀呀, 这, 应该是网断了啊, 前面, 我个人觉得, 胜特大应该不会是自己下的那么慢, 应该是网络的原因啊, 这个输了, 要炮五平六了, 僵死了啊, 哎呦, 孟成特大呢, 在最后应该说还是有一点幸运啊, 我斗胆猜测, 胜朋特大应该是断网了, 因为那个棋, 以他的水平, 不可能这么长时间不走棋的啊, 有一步棋, 在网络的催促下呢, 孟成特大战胜了生棚特大啊, 这班棋下的非常精彩啊, 下的非常精彩, 嗯, 最终呢, 也是帮助, 帮助四川队啊, 淘汰了经济联队, 进入到, 向甲联赛, 季前赛的这个决赛啊, 这班棋呢, 最后, 两位棋手都下的非常精彩, 对吧, 生棚有一步棋想了十几秒啊, 对于他来说, 应该是没有难度的棋, 应该是网络的原因啊, 嗯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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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,